好说啊,这个还只是Pro啊 再来就是大家都很关心的应用兼容性方面啦 呃,花粉都好啊 到底哪一个不能用,哪一个能用都要找出来啊 大家好,我是YH 科技日行月月啊,什么东西都在进步啊 那么来到这个5G覆盖率逐渐增广 5G手机逐渐普及的年代 竟然还存在这一款要价接近5000的4G手机 这个谁受得了啊 相信近期有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刚入手了这款 没错,就是它啦 要价接近5000的4G手机华为Pura 70 Pro 它的系列里面还有一款6599的Ultra 这个还只是Pro啊 那么到底是什么魅力吸引我去购买它呢 那么我也体验将近了一个月的时间 究竟是我当时一时的冲动购买了它 还是一言相中呢 今天就让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体验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希望大家可以点个赞还有关注我的频道多多支持 至非冲着不易啊 感谢大家支持 那我就先从它的外观说起吧 其实这个设计呢 早在年头就已经有爆料出来啦 但是直到它正式亮相 毕竟还没有发布会嘛 我都还是接受不到它这个摄像头模组的设计啊 但是当我看见真机 当我上手了之后我才发现 哇这个设计真的 别有一番风味啊 拿出去真的是变速度非常高啊 虽然说这样的三角形摄像头排列看着有点像iPhone 但是好在它这个浅望镜头稍微大一点 拿出去还是变速度非常高的啊 这样横着看是不是有点像米奇老鼠呢 那么这次引进马来西亚的配色只有这款白色 还有另外一款是黑色 都非常简单低调啊 这个白色的一体性非常强啊 它的后盖四边都有做了微曲的设计 到中黄的过度做得非常圆滑 在握石感和手感方面是真的非常舒服 那么在它外观的方面可以给它打个8分 再来呢就是它屏幕表现方面啦 在此之前我先声明啊 我所说的体验是针对我手里这台机器 毕竟以往机型屏幕抽奖的问题也是朝着翻天覆地 但是现在还有没有抽奖我们都不晓得啊 反正这块屏幕给我的感觉是真的非常舒服啊 这块屏幕是做了一个视微区的设计 视角都非常圆滑 为什么说微区呢 它的屏幕区率并没有像以往的那么区啊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现今的手机厂商都逐渐要把他们的旗舰做回直屏啊 就好像三星的S24 Ultra那样 有一点非常遗憾的就是它支持全屏西屏显示 但是并不支持全天后亮屏显示啊 它只能在感知到人脸的时候才亮起它的AOD 但是好在灵敏度还不错 识别到我的脸有立刻亮起来 那么在全屏西屏显示这方面还是它的儿子做得比较到位啊 如果照纸面参数来看呢 这块屏幕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东西啊 它的局部分子亮度是可以达到2500尼特 那么在屏幕方面我可以给它打个7.5分 再来就是它的重头戏影像方面啦 P系列以往都一直在影像方面给了我不少惊喜 但是有一点非常奇怪啊 来到这个Pura 它更名为Pura 但是来到这个Pura70 Pro的身上呢 除了它的长焦微距非常出色之外 其他方面并没有让我非常满意啦 可能是这一次有大哥Ultra 所以影像的升级方面都堆在它身上了吧 包括那个伸缩镜头1英寸大体等等 全部都是由Ultra独有 还有就是它的长焦啊 但是在暗光环境下的表现有一点不稳定啊 有时候会出现 画面过度涂抹导致成像非常略直的问题 那么说完了它的缺点 我们来看看它的优点长焦微距吧 这边我就放几张样张让大家欣赏看看吧 除了一些比较明显的AI处理 在照片上面看得出的锐化和涂抹效果 其实如果你忽略这些细节 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像专业这样子所拍出来的效果呢 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是可以达到5厘米的啊 真的非常牛啊 那么来到它的主色方面呢 它主色是下面这颗啊小小颗的 它的主色是搭载了一颗5000万像度25毫米的镜头 默认拍摄模式下一倍是已经裁切到27毫米的啊 支持F1.4到F4.0的可变光圈也不用我多说了吧 那么来到它的录像方面到底怎么样呢 这边我就上实测给大家看看吧 只能说这次华为终于在录像方面下功夫啦 镜头来回切换是真的非常顺滑 虽然在切换镜头时候还是有存在少许的跳动问题 但是射准方面已经控制得很好啦 那么在影像方面虽然没有太过出色 但是我可以给它打个9分 那么来到性能方面呢 但我想我还是简单带过啦 毕竟麒麟能回归化分们都已经非常高兴啦 虽然70 Pro 搭载的是麒麟、90、10芯片 按足度保分为90万出头 其实我也能明白啦 毕竟它才刚刚归来 所以我们对它的期望不能达到太高 它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达到旗舰处理器的水平 重度游戏方面还算可以应付的来 真的是可以应付的来而已啊 和平都不止190镇 这一点是非常遗憾的啊 那么在性能方面真的是很简单带过了吧 看在麒麟回归的份上 给它打个7.5分同情分吧 那么来到系统和体验方面呢 很遗憾啦 这次依然没有大家所期待的鸿蒙Harmony OS 取而代之的就是EMUI 14.2 没错啦 大家熟悉的那个EMUI 那个Celia不会说中文的EMUI啦 那么EMUI 14.2是基于安卓12打造的 日常使用起来它的流畅性还有过渡动画这些都非常不错 也就是大家期待的那个隔空手势 钱包的付款选项而已啊 再来就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它的应用兼容性方面啊 真的是大家都很关心的啊 尤其是黑粉真的很关心它的应用兼容性方面的哦 哪一个不可以用一定要抓来碰的啊 那么这方面呢我就来分享一下我最真实的使用体验到底怎么样吧 一分钱都没有收啊 它是可以运行大部分谷歌应用 但是不代表它原生就支持谷歌 原生就预转谷歌啊 那么我所说的大部分应用就包括我们日常真正会用到的那些 Mid 啊 Drive 啊 Chrome 啊 Google 这些 Gmail 全部都可以运行正常运行没有问题 但是我刚到手有发现一个 bug 就是 它的 YouTube 不能正常播放视频 广告就可以播放啊 很奇怪 我跟你讲 广告可以给我看 YouTube 我真正要看的视频看不到啊 但是真正比较影响的是它的 Chrome 啦 毕竟我每天都要上网搜寻一些资料 Chrome呢 我是从 App Gallery 里面下载的 所以不要讲我上网乱转的 APK 啊 它的使用体验是真的非常糟糕啊 有时候在浏览网页切换 tab 这些它都会出现明显的卡顿 或者说延迟的情况啊 那么你要问我安全性方面呢 我从 Mate 50 用到 P60 用到现在 Pura 7 时 Google 用我的 Main Account 都塞印进去了 暂时是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被盗 什么东西被盗啊 你要真正不要被hack 最好还是不要乱点广告 不要乱点墨色人像给你的 APK 比较实际啊 还有就是你到 App Gallery 里面搜索哦 是可以发现它这边有一个 Play Store 的啊 大家不要被这个给搞混淆啊 别人不会给你知道的 其实哦 它这边是一个获取 而并不像普通应用那样的安装 你点获取过后它会 redirect 你到 Gbox 里面 如果你还没有安装 Gbox 它就会叫你安装 Gbox 如果你已经安装了那个 Gbox 呢 它就会 redirect 到 Gbox 里面的 Google Play Store 给你用啊 你可以 add 那个 Short Card 到你的 Home Page 以后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 进来这边下载啦 那这好在啊 它下载了是直接进到你的主机里面 而不是在 Gbox 里面运行啦 如果上网叫你去找 APK 来下载 你会担心不安全嘛 那么这个 Gbox 里面的 Google Play Store 可能可以给你放行一点啦 当然你怕的话可以不用买的 还有很多选择市面上还有 Magic 6 Pro 也是很好的选择来的 这个 Play Store 呢 你就可以到这边 找你要下载的应用 点击下载 可以在 Notification 上面看到它的下载状况 下载完成 你点进去它就会给你选择安装 然后这边写的来源是 From Gbox 啦 那么其他方面并没有太大问题 虽然说我是没有在这台手机上面去使用一些银行应用啦 所以你要了解它到底兼不兼容你 到水里档上面设计它就有啦 反正我日常所需的 App 呢 是可以百分之百正常运行啦 除了我前面所说的那几个特别的例子啦 那么在系统和体验这方面我可以给它打个八分啦 来啊 最后就是它的续航方面啦 在这换回的麒麟 续航方面是真的有进步了不少啊 虽然说它的电池容量也是有增到蛮大一下 5,050毫安时的大电池再配上100W的超级三充 真的是非常舒服啊 续航方面实测在WiFi情况下是可以亮屏 接近6小时半到7小时左右 100W快充在开启Turbo模式的情况下实测是可以在40分钟左右充满啊 在这方面是真的非常感动啊 用过Mate 50 用过P60的用户都知道它的续航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毕竟华为没有调好笑容嘛 7.0会归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华为省电华为续航好 那个口碑自然就回来了 那么在这方面我可以给它打个9分啊 然后这边也见近视频的尾声啦 我给它简单做个总结吧 4899的Pro还不是极限 毕竟上面还有一个6599的Ultra 所以你要我给它评价嘛 其实这个Pura70 Pro算是它的系列里面蛮有性价比的一台了 4899的售价 值不值得我讲了那么多相信大家都有心里有个数了吧 呼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大概到这边先 大家对于这个Pura70 Pro有什么疑问呢 可以在评估器上面让我知道 有兴趣想购买的呢 不要想了自己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去购买哦 我是ByHash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多多支持 还有关注我的频道啊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哎 其实看了一句华为被制裁了那么久 还可以做出这么出色的一款手机 其实也是不简单的啦 能坚持到那么久如果换做是其他厂商 他们能坚持到这一天吗 哎 让我们一起期待真正的华为回归吧 否则 于 不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